Hello大家好我是小燕 最近参加了羊了个羊的游戏 搞得人心惶惶啊 放心我硬着呢 这不快要过年了嘛 给到我们介绍了两款机型 预算都是在3K多的 你们肯定很好奇 到底什么机器那么吸引人呢 来我们把镜头来看一下 就是我手上这两台 一台是11 Pro Max 一台是12 Pro Max 为什么预算都在3000多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11 Pro Max 作为一个改新换代的三个摄像头 其实它还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它这样的一个幅度的边框 其实握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我为什么要介绍11 Pro Max呢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A13的处理器 跟4GB的运行内存 再加上它超长的续航 其实已经收到很多网友的喜爱了 可能随着年份的增长 然后它的话呢已经被渐渐的遗忘了 我这次的话呢还要重新的介绍一下 这台11 Pro Max 这台的话呢是属于一个美版的11 Pro Max 512G的超大内存 那么这一台的话呢就是机框还是很漂亮的 就是没有什么磕碰 但是它是有使用过的痕迹 那么这一台的话呢是一个原装的 都是没有拆修过的 就连它的电池都是一个原装的 所以呢它的电池是达到了84%的 如果这个电池的话呢用到了80%以内的话呢 花100去换个电芯就可以了 也是一个不会弹窗的 那么这一台呢当口老板给的行情呢是3300 你要是觉得256G的内存足够使用的话呢可能就是比它的话呢要少个200块左右这样子啊 来我们再把重点看到这个12 Pro Max 这台的话呢是256G的内存啊机框真的特别漂亮 就连它的这个尾插螺丝这边的话呢没有划伤的痕迹真的很漂亮 而且边框的话呢都是很少使用过的痕迹啊 12 Pro Max呢它采用的是A14的反射芯片跟6GB的运行内存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俩的差距的话呢还是蛮大的 包括现在的13跟14系列的话呢都是采用6GB的运行内存 优势占的还是挺大的毕竟性价比在这里嘛 那么这一台的话呢它的边框是采用这样的直角边框可能对于它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舒服 但是至今的iPhone14系列还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边框啊就是没有变过的 这台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美版的机器啊256G的一个主流内存 但是这台机器的话呢它是一个卡贴的看到没有SIM卡呢已经锁上了 所以呢这种机器是需要搭配这样的卡贴才能使用的但是它的性价比很高啊 这台的话呢蛋口老板给的行情呢是3550啊256G的就可以得到它 那么这两台的话呢各有千秋看屏幕前的你们会喜欢哪一款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可以写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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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